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兵乡另一个基奇村往雷达站道路也有落实塌陷 居民人人自围 尤其是我在正后方的一个住家已经规裂到这么严重 那我也希望我们的乡民能够要先到安全的地方来居住 差不多三个了 刚好三个吧 镜头转到修林乡的同门大桥 裂缝大道能放下三根成人手指 地震已成为居民噩梦 我们住的那个地区里有没有 靠山边嘛 两边都会掉石头 那我们住的地方都没有掉哦 可是靠山边啦 因为那个山咚的话我们也是危险的 所以说当感觉真的很不安全 四零三伤口还没复原 雨震再度袭击花莲 抢救修复成了一条漫漫长路 三立新闻